上一期视频给大家讲了 如何在12代的小主机上安装PVE的系统 以及如何进行硬件直通 虽然是在12代的小主机上演示的 但是其实也同用于其他的X86小主机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开始教大家如何在PVE上安装双软路由系统 我们用的是爱快跟OpenWrt的方案 OpenWrt依旧是用的小宝大佬的固件 演示机为12代的小主机N305 首先我们要下载两个系统的固件 我们来到爱快的官网 找到固件下载 找到我们X86的固件 这里面我们选择ISO的镜像 小宝的固件也是一样 我们到它的官网 找到通用型的X86的固件 具体的下载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首先我们创建虚拟机 我们来到PVE的首页 点击logo 双击进入 选择ISO镜像 点击上传 我们选择我们已经下载好的ISO镜像 然后我们点击上传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上传完成了 大家看到这个窗口 就说明我们已经上传完成了 好 我们在这选择关闭 好 我们现在回到主页 点击右上角的创建虚拟机 名称这里面我们就输入爱快 开机是否自动启动 大家要看自己的意愿了 这里金水建议大家开启 ISO镜像机里面我们选择刚才上传好的爱快的镜像 我们点击下一步 系统这边我们选择默认 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 次盘的大小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硬盘来决定 我这边就随便用一个10G 但是实际上爱快4G就足够用了 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硬盘大小来合理分配 好 我们现在点击下一步 因为我这个小主机是4核心的 我在这4核也就足够了 所以我们给满直接给到4核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CPU的核心数 从而选择合适的数字 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 内存这爱快64位的系统最少要4G起 所以我们需要把内存更改成4096 好 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 网络这里面我们依然使用默认 我们点击下一步 检查完之后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们点击完成 这个时候虚拟机已经在创建中了 我们稍微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标显示爱快的名称 就说明我们这个虚拟机已经创建完成了 然后我们点开刚刚创建好的虚拟机 然后我们进入控制台 点击开机 首先我们先要安装系统 大家可以根据系统的提示 我们找到键面上N1 然后输入回车 接着我们输入外 继续回车 安装完成之后 系统会自动重启 重启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爱快的后台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是外部端的管理地址 也就是爱快的默认的后台地址 它现在默认的后台地址 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把它修改一下 修改成我们需要的网段 输入2回车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IP地址设置了 这里0是设置LAN口的IP 这里我们输入0 然后回车 根据提示 我们在这里修改为192.168 10.2 建议大家修改成自己家庭常用的网段 当然你也可以向我扬次定义 好我们现在回车 到这一步就已经设置完成了 接着我们按Q就可以退出设置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已经修改好的网络端口了 我们回到PVE的页面 找到我们爱快讯息机 在这我们来到硬件 我们点击添加 这里我们需要添加一下PCIe设备 因为在上一期的视频里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PCIe设备 全部直通了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设备列表里面 已经直通的设备了 这里我们选择一些 已经直通好的显卡 因为我们演示的设备 有四个网口 其中ETH0已经被我们占用了 使用了虚拟网口 那么剩下的三个 我们都要添加进来 好添加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重启一下按块 这样它才能识别出 我们已经设置好的三个网口 接下来我们来到浏览器 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输入刚才设置好的IP地址 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这里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 都是Admin 首次登录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密码 更改完成之后 就可以登录到我们爱快的后台了 接下来我们点击LAN口 我们点击网络状态 选择LAN1 然后点击高级设置 我们来到最下面 看到有一个链路桥接 这里面默认的只有一个LAN口 我们需要把剩下的ETH1跟ETH2 这两个钩都选上让这三个网口同时变成LAN口 选择完成之后我们点击保存 完成之后我们退回来设置一下LAN口 我们点击选择网卡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剩下的还有一个ETH3 就是我们刚才留下的 这时候我们点击绑定 绑定完成之后 大家就可以把你的入户的宽带直接接到LAN口上了 那么如果你家的路由是属于拨号的 那你就需要在LAN口的设置里面添加PPPoE拨号 那如果是光猫拨号或者是不用拨号 就跟我一样 那么选择DHCP动态获取 保存好之后我们找到设置 找到DHCP的服务端 这里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DHCP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PVE是不能自动分配IP地址的 我们访问PVE的时候 需要手动指定一个IP地址才可以进入 那么为了让路由器可以自动的分配IP地址 我在这就教大家如何设置DHCP 因为我这里不到10个人 所以自动分配的网段我会给的比较少 我在这里填成192.168.10的100 一直到192.168.10.200 这100个就足够了 然后我们在网关这里设置成192.168.10.2 DNS地址这我们可以输入运营商下发的DNS 当然你也可以输入Ali或者其他的自定义的DNS 填写完成之后我们点击保存 保存完成之后我们需要重启一下DHCP 好 DHCP服务生效之后 爱块部分我们就已经设置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来到电脑 把我们的网卡设置成自动获取 那大家看到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正常的上网了 快快设置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设置OpenWrt 首先我们先要装一个OpenWrt 同样我们需要创建虚拟机 名称我们输入iStore 操作系统这里我们点击不使用任何介质 这里面默认就可以了 好进行下一步 硬盘这里我们选择4G 然后下一步 CPU这里其实要看你的实际情况 给一核到两核其实都是OK的 那么如果你觉得不靠谱 你可以给满都没问题 好我们继续下一步 类似文这里基本上一记就足够了 我们写入1024 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 网络这里面我们默认设置 好继续下一步 最后我们点击确认 稍微等一下 我们的虚拟机就创建完成了 好我们点击刚刚创建好的OpenWrt的虚拟机 然后我们点击选择硬件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硬盘 我们需要先移除硬盘 首先我们点击选择 然后点击分离 选择是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未使用的词吧 我们点击移除 确定 接下来我们需要上传一个文件镜像 首先还是我们同样来到Local 选择SO 选择上传 我们选择我们之前已经下载好的印象 然后点击上传 上传完成之后 大家先别着急关这个页面 我们需要复制它这段路径 我们选择这段路径信息 因为在很早之前 我们用虚拟机的时候 都需要用第三方的软件 把IMG的文件转换成虚拟机识别的文件 那么现在其实在PVE里就非常简单了 一行代码就可以搞定 好现在我们打开之前准备好的代码 我们把这段内容 替换为我们刚才复制下来的路径 接下来就是把我们之前的门牌号 改成我们S-DOT的序列号 101 完成之后 我们把制造命令完全的复制起来 然后我们来到PVE 我们找到PVE的控制台 打开SHELL 我们把刚才设置好的命令 直接粘贴进去 然后回车 大家看到已经在跑码了 那就说明PVE已经开始帮我们转格式 并且挂载了 那么出现这一段代码的时候 就说明它已经设置成功了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S-DOT虚拟机 这里会出现一个未使用的磁盘 这里我们点击编辑 设置这里我们选择SATA 点击添加 添加完成之后 我们来到选项 开机自动启动 我们选择开启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也可以选择不开启 然后我们需要修改它一下引导顺序 然后我们来到引导选项 我们点击编辑 好前面两个引导选项 我们取消 最后面是我们新添加的SATA0 我们勾选 勾选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拉到第一启动顺位 然后我们点击确认 这样我们的启动顺序就已经设置完了 然后我们回到控制台 开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代码跑停到这个位置的 就说明我们的Openwrt已经启动好了 好 我们点击回车 大家看到Openwrt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系统已经安装完成了 小宝估价的地址是192.168.100.1 跟我的网段是冲突的 在这我们需要改一下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跟我们爱快同一网段 在代码页面 我们需要手动输入一段代码 打开这个设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网口的一些设置 我们点击键盘上的上下左右移动光标 然后把它移动到IP地址 按字母I键进行编辑 我们需要把它修改成我们想要的网段 修改完成之后 我们按键盘上的ESC键 按冒号WQ保存退出 然后我们需要重启一下 重启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web端进行操作了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输入我们刚才已经新添加的地址 192.168.10.3 它默认的密码是password 我们输入完成之后 就可以进入它的web后台了 我们点击网络 找到接口 这里面我们看只有一个LAN口 我们作为旁路由 只需要一个LAN口就可以了 我们找到LAN口的设置 点击编辑 IPv4网关这里面 我们需要输入爱快 也就是主路由的IP地址 然后点击高级设置 DNS这里我们可以用Ali 或者是运营商下发的都可以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填爱快的IP地址 然后我们点击DHCP服务器 常规设置 这里面我们需要忽略此接口 因为在同一个网段里 只能有一个DHCP服务器 要不然会冲突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高级设置 动态DNS 我们取消这个勾选 IPv6这里我是不需要的 大家有IPv4公网地址的 IPv6可能会有冲突 我这里IPv6我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需要把这些设置 全部都进用掉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 在保存的时候 这里面有一个下拉菜单 我们点击它 就可以选择强制应用 因为在有些时候 你更改完成之后 它会自动回滚 那么用强制设置会相对比较好 按强制设置 它基本上一次性就可以成功的 然后我们选择确认 等它自动配置完成 这样我们的OpenWrt的旁路由 就已经设置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来到软件商店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正常的联网 并且下载软件的 这就说明我们的旁路网关 网络已经通畅了 好 目前双软路由 已经设置完成了 OpenWrt作为旁路由存在 那么需要走旁路由的时候 电脑需要改一下它的网卡的指向 网关地址跟DIS都需要改一下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在 i块里面做设置 把网关的地址设置为旁路由的地址 这样你就不用每次 在电脑的网卡设置网关了 当然我刚才介绍的两种方法 其实都各有利弊 第一种方案 主路由跟旁路由 其实是相对独立的 就算你在折腾旁路由的时候 把旁路由折腾崩了 那也不会影响到家里的主路由的网络 那当然你的代价就是在每一台电脑的 都需要走旁路网关的时候的 那这些电脑上你都要设置网关跟DIS 那少的话还好说 如果是超过10台以上 那当然我就不建议你用这种方法 那当然呢第二种方法的好处 就在这个网段下的所有设备 都会收到DHCP自动分配的IP地址 也就是所有的设备都会走旁路网关 那不用每台每台的去单独挑事了 那如果你的旁路网关一旦崩溃了 那么整个局域网环境下的设备一定都会出问题 那么如果碰巧这个时候 你的老婆正在追剧到了关键时刻 甚至是你的儿子在上网课的时候呢 那么你将面对 好了那今天双软路由的搭建呢 就先到这里 希望对你在折腾PVE 折腾虚拟机的时候呢 有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那么如果觉得我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么麻烦大家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会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